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玉清清 258集 他们两次都是六点左右回来 根本就没有到晚上七点 所以根本不可能坐晚班车走 而且每次回来 他们的身上都沾染着血迹 我猜测呀 那两个人可能已经死了 说到这里 农家院老板的脸上 浮显出了一抹严肃之色 对了 小先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悬门众人过来 那机关山里是不是有什么宝贝 这老板的脸上满脸都是好奇 有宝贝 张帆直接回答 这么多悬门众人过来 已经证明了一切了 张帆也根本没有必要去隐瞒 怎么老板 你也想进去弄些宝贝 一听张帆这话 那农家院老板急忙是满脸尴尬的摆了摆手 那还是算了 我还是好好的活着吧 虽然这机关山在别人眼中是浮地 可其实我这心里面跟明镜似的 这里面危险的很 我爹曾经千丁万主过 让我千万不能进去啊 听老板这意思 他的父亲很可能是曾经进入过林子的 不然也不可能对于农家院老板如此的叮嘱啊 可样子 这次你们过来也是冲着宝贝来的 不过我奉劝你啊 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老板你忙吧 我先回了 我看你们这边的特色是烤全羊 晚饭的时候啊 给我们几个莱尔一支 好嘞 我们这烤全羊壳一绝 您请好吧 老板黑黑一笑 张帆便要回到他的房间里面 进屋的时候 发现所有人都聚在房间里面 这农家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每个房间都是提供瓜子的 他家伙都在磕着瓜子喝着茶呢 见张帆进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了过来 欧阳啊 这农家院里面 有没有什么阵法呀 我没有发现什么曲蝎阵法 这院子里头 它也没有什么阵法 那两个农家院里 总是会有技巧的事情发生 可这个却这么的安静 确实不太正常啊 张帆眉头一挑 又看向了孙唐 老孙 你道行比较高 你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虽然我没看出来 但是总感觉 是有点不太对劲 反正 我觉得气息有些不太正常 孙唐 也是面露严肃之色 嗯 那这样吧 吃完晚饭 咱们几个先去那两个农家院看看 看看 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今天晚上 咱们尽可能多调查一些周边的情况 明天进山的时候 也可以更加安全 众人听了 君是点头答应 随后又闲聊几句 便各自回到房间去休息了 大约下午六点 众人再次聚起在 农家院餐厅的大堂里面 涨返几人到的时候 那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了 不少人都在巴九延欢的畅谈 座位上坐的还有几个身穿道袍的道门众人 见张帆几人过来 那农家院老板一路小跑跑了过来 小先生 您的烤圈羊正在烤制呢 再等个十来分钟就熟了 您几位先坐上一会儿吧 老板指了指旁边的空桌子 张帆点头 便带着房好明他们都坐了过去 欧阳老头喜欢喝酒 孙唐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这桌自然是少不了酒水的 几人点了几个凉菜 边吃边喝 等待着烤圈羊上桌呢 老孙 你看看那边谁的道行最强 张帆扫看了一眼 正在吃饭的众人 孙唐则是指了指 一个五人座的桌子 看到那桌子没有 座位上坐着一名 身穿休闲装 二十左右身材偏瘦的男子 子人举手偷足间 斗着一股高傲的气势 他身旁坐着三名 三十左右的男子 那些人 则是长相魁梧 五大三粗虎头虎脑 看样子 应当是那高傲男子的扑从 在高傲男子正对面 坐着一名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 这男人看起来不算太老 但头发已经呈现了灰白 眼眸深邃 给人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这个男人 虽然不是这里道行最深的 但是我感觉 这里面他呀 是最不简单的 这人道行 的确不能算是最高 他实力是十道一段 刚刚跨过了入道之境 将将的能施展这天书而已 听到孙唐这话 张凡打亮了一眼 那名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 若不是孙唐提醒 张凡还真的注意不到他呢 这么一看 的确发现 那中年男子很不简单 那男人眼神特别的深邃 并且与之对视的时候 仿佛是有着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在吸尘你的神经呢 让你不自觉的 有一种想靠近的感觉 就在这时 农家园老板端着个大铁盘 快步走了过来 一边走一边说 来了来了 考全英来了 来 我们这边 只见 那高男子一致气势的 冲农家园老板招了招手 不好意思啊先生 这考全羊不是你们的 是这几位先生的 你们的还得再等十多分钟呢 一听农家园老板这话 那高男子的眉头微微的一皱 满脸的不悦 怎么就是他们的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他们才刚刚到 你就先给他们上 你什么意思啊 嗨 先生 你别动怒 虽然他们来得晚 但是中午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订好了 只按照次序 也应该先给他们上的 先生 您稍微等等 您的考全羊 再过十来分钟就好了 真是抱歉啊 老板倾意地笑了笑 便端着考全羊 朝张帆这边走了过来 你给我站住 老板走出还没两步呢 便听到那高男子 怒声喝了一句 老板的身体微微一腔 脸上也浮现出了 一抹不悦来 先生 还请您自重啊 老板这边的农家院 根本也不缺生意 而且家底饮食 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不赚这五个人的钱 可一听老板这话 那高男子吃笑道 你挺牛逼啊 还他妈跟我这儿装呢 你还想不想混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